中文大學深圳分校研究院 經爆有職員涉嫌漏稅、侵吞公款的醜聞 據了解 深圳研究院處理院長 中大常務副校長華雲生 較早前向中大校董會承認 研究院有三個職員 涉嫌侵吞公款和懷疑有人逃稅 不過校方遲遲未有報警 被質疑有包庇之嫌 據Facebook專頁CUHK Secrets 近日有人爆料引述消息指 校董會主席鄭海泉 曾要求校長沈祖堯等 詳細交代為何不通報公案 更爆出三人懷疑掌握研究院 沒有申報碩士課程牽涉的稅款資料 有逃稅之嫌 據了解 鄭海泉被校方的處理手法 激到生蝦地跳 中大學生會指 如果指控屬實的話 事件非常嚴重 要求校方盡快交代詳情 學生會也要求在日內 與華雲生就事件作出對話 中大子事件在2012年至2013年發生 校方將與三個被解僱的內地職員 進行民事訴訟 HR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